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仇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付款贊助 知識中天 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和評論 請來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獨享福利 快來加入喔 美國不斷地圍堵大陸 但是這個時候說要給中國大陸幫忙 是怎樣 不安好心嗎 我們來聽聽看 這真的是要幫中國大陸嗎 美國國務院發言Price 他其實21號說 願意提供疫苗給中國大陸 遏制疫情的擴散 你美國自己疫情也很慘 是更慘吧 然後這件事情就被問 大陸外交部就對此說 大陸是否會願意接受美國的贈餘呢 大陸外交部發言毛寧就說 中國大陸北京政府 對疫情防控相當有信心啊 意思閒外境就是 我才不需要你幫忙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近三年來 中國政府堅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從資深國情出發 制定符合最廣大人民利益的防疫政策 最大程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最大限度減少了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實現了以最小代價實現最好效果的目標 根據疫情出現的新變化 中方正不斷優化防控措施 確保更好的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目前疫苗加強針的接種工作正在有序推進 藥品和檢測試劑總體可以滿足需求 相信在中國人民齊心協力 團結應對之下 我們一定能迎來經濟社會平穩 有序發展的新階段 我們也願繼續同國際社會團結合作 共同應對疫情挑戰 更好的保護人民生命健康 推動世界經濟 恢復健康增長 推動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好你覺得美國這個時候說要幫中國大陸 說要給疫苗會不會太諷刺了呢 美國當年是搶了全世界的疫苗 然後呢大家跟你要疫苗你都不給 這個時候是為了要諷刺嗎 諷刺中國大陸疫情嘛 另外再來看到根據CNN報導說 美國總統拜登呢 其實跟烏克蘭總統泽倫斯基 規劃要在美東時間21號在白宮會晤 時間剛好就是呢 拜登政府準備呢要送包含 愛國者飛彈系統在內的這些武器 要給烏克蘭之計 美國呢怕失去了老大地位 就方方面面要打壓中國大陸 但是呢 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 對於維護美國的霸權 不感興趣啊 他們在乎的是自己國家的利益吧 好所以您覺得呢 美國打壓中國大陸啊 逼得盟友圍堵大陸 但這樣子的套路會不會漸漸被看穿 你只是在維護美國的利益 美國盟友看穿美國的面目之後呢 是不是會更加務實對華呢 來聊天室寫下您的看法 再多留言一記按讚 我們現在看到中澳建交50周年呢 澳洲現在是務實對華了 來看到呢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其實跟澳大利亞的總督赫爾利 其實還有包括是總理愛班尼斯 有互制賀電 慶祝的是兩國建交50周年 那習主席也有說 中澳建交50年來呢 各個領域務實合作 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 而且中澳同樣都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國家 中澳的關係穩定 健康發展 符合是兩國人民的基本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於促進亞太地區還有世界和平 穩定還有繁榮 他說習主席說 我高度重視中澳關係的發展 願意跟澳方呢 一起來努力 以建交50周年為契機 堅持呢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原則 而且推動的是中澳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可持續發展 不斷呢造福兩國跟兩國人民 好那赫爾利呢 他則是說 50年前的歷史性的決定 就是為中澳關係發展鋪平了道路 那他說給兩國都帶來增長還有機遇 展望未來呢 澳方致力於遵循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定位 本著互相尊重還有互利的精神 同樣為中國大陸發展穩定還有建設性的關係 好另外再來看到艾班尼斯 他則是說 1972年的時候 當時他也是工黨的 來看到是當時澳洲的總理呢 來看到是惠特拉姆 這一位 惠特拉姆 他當年看他當年訪問大陸的照片 他說呢 他當時領導的澳洲工黨政府呢 決定要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當時需要的勇氣跟遠見 這個正確的決定為兩國發展強勁呢 持久還有互利關係鋪平的道路 他說我堅定 我堅信穩定的澳中關係符合是兩國的利益 我期待願意跟中國大陸一起在互相尊重互利的基礎之上呢 推動澳洲全面澳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進一步的發展 習近平主席在賀店中指出 中澳建交50年來各領域勿施合作取得豐碩成果 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福祉 中澳同為亞太地區重要國家 中澳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於促進亞太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 澳方表示 1972年惠特拉姆總理領導的澳大利亞工黨政府 決定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需要勇氣和遠見 這一正確決定為兩國發展強勁持久和互利關係鋪平了道路 展望未來 澳方致力於遵循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定位 本著互尊互利精神 同中方發展穩定和建設性的關係 的確我們一起來看看 美國最近不斷要拉著澳洲抗中 譬如說來看看 它加了好多了美國的組織 例如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Quad要圍堵中國大陸 還有拉著澳洲來看到美印澳的AUKUS 但是澳洲現在的表態 就被說政經完全分離了 尤其是澳洲外長黃英賢 12月20號訪問了中國大陸的北京 這可是三年以來首次有澳洲的部長級的官員訪華 顯示出中澳的關係要走出冰點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第一時間就說 來看到他說是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也就是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的邀請 澳洲的外長黃英賢12月20號到21號到大陸進行了訪問 12月21號很重要 這是中澳建交50周年的紀念日 在黃英賢訪華的期間 王毅不只會跟黃英賢會談 並且要舉行新一輪的中澳外交跟戰略的對話 毛寧還說希望透過黃英賢外長這次的訪問 能夠進一步落實兩國就是中澳領導人 在巴厘島會晤達成的重要的共識 以兩國建交50周年為契機 堅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 求同存益的原則加強對話 拓展合作管控分歧 推動的是雙邊的關係重回正確的軌道 重回正確軌道 而且還要發展可持續的相關發展 黃英賢外長在中澳建交50周年之際來華訪問 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今天下午將同他會談 並舉行新一輪中澳外交與戰略對話 這是近期兩國間又一次重要高層交往 相信此訪有利於進一步落實 兩國領導人巴厘島會晤達成的重要共識 以兩國建交50周年為契機 本著相互尊重互利共贏求同存益的原則 加強對話拓展合作管控分歧 推動雙邊關係重回正確軌道並可持續發展 的確來看到美國就長著拉著澳洲抗中 其實也讓台灣人覺得怎麼樣 澳洲絕對挺台灣的 但這根本就是不知道國際的現實 真的太天真了 我們來看看澳洲其實來看到 它有一些關鍵的歷史 在1941年的時候它跟中華民國建立了 公史籍的外交關係 1949年的時候中華民國來看到到了台灣 中華民國到台灣之後呢 它也當時跟中華民國維持了外交關係 1966年升格為大史籍的外交關係 澳洲沒有馬上承認在1949年成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不過澳洲的工黨這些反對黨跟工會 當時來看到1949年到1972年之間 這一段期間呢 其實他們就陸陸續續派出了非常多的代表團 前往了中國大陸 1972年的時候呢 來看到工黨上台之後呢 結果澳洲就宣布跟中華民國 也就是我們在台灣斷交 然後呢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所以這次才是建交50周年嘛 那這一次來看到黃英賢訪問中國大陸呢 也被認為說是工黨務實對華的表態 還記得嗎 也就是在巴黎島G20峰會期間 中澳的領導人不是也會晤了嗎 你看看他們兩個人會晤了 這是六年來呢 澳大利亞的總理首次呢 跟中國大陸最高的領導人的 第一次的正式會晤六年啦 那習主席當時就說 中澳關係曾經長期走在中國 長期跟中國是一起發達國家 這個關係的潛力 值得是雙邊的珍惜 過去幾年呢 中澳關係有遇到了困難 這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中澳關係從來呢 都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 大陸又不會去打你澳洲 你天天抗中要幹嘛呢 好 另外呢 艾班尼斯他其實當時也立即表態 說呢澳中的兩國呢 很快就要迎來建交五十週年 現在已經五十週年欠了 他說呢澳中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符合是雙邊共同的利益 而且澳大利亞願意呢 秉持當年澳中建交的初心 本著相互尊重以及呢 平等合作的精神 另外要跟中國大陸共同努力 透過建設性坦誠對話溝通縮小分歧 然後呢有記者就詢問 艾班尼斯說啊 說什麼呢 問他啊那你覺得怎麼來看待台灣呢 比如說台灣要加入CPTTP呢 你是否會支持台灣加入呢 艾班尼斯他當時就回答說 CPTPP是公認的國家之間簽署的合作協議 台灣不屬於此類 意思就是說 台灣現在是用一個經濟體的身份參加APAC 那台灣不是國家的意思 澳大利亞兩黨也都支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我們支持在台灣問題上維持現狀 不希望在台海看到任何改變現狀的單邊舉作 等於艾班尼斯他是公開打臉 台灣不是一個國家 所以台灣民眾恐怕要認清楚呢 美國拉澳洲抗中 但是澳洲不會處處都認同美國的做法 好另外再來看到大陸官媒呢 環球時報來看看 他20號的時候呢 其實也有發表的社論指出來說 中澳的關係呢 在過去幾年突然的惡化 成為呢當代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突出的案例 但是呢 他在50年的中澳交往史當中 絕非是主流的 可以理解是澳洲的一時糊塗誤入歧途 把中澳關係帶入到困難的境地 那社論就說了在某種意義上呢 這也是澳大利亞外交走入了一個極端之後的自我揪篇 那文章也說呢 收復中澳關係澳洲不僅要展示口頭上的誠意 還要有實際上的行動 好針對這次黃英賢的出訪呢 黃英賢的前資深顧問 他叫做貝姆 他怎麼評論的 他說呢 這一次的行程就表明 中澳的重新開始經營要成熟 還有有管理的外交關係 中澳之間的爭端呢 其實會以逐步放鬆的方式 逐步的獲得緩解 那德國資深也說呢 他曾經擔任是澳洲的前國防部官員的貝姆 他說呢 中澳的元首上個月不是在G20峰會期間有 從最高層級啦 重新關注到中澳的關係 都有相關的互動了 而且呢 現在這次黃英賢到了北京 出席紀念中澳建交50周年活動 雖然這是一個象徵性的一個事件 但是他說有巨大的意義 因為這代表了澳洲跟中國大陸重新開始經營 正常還有成熟有管理跟校準的外交關係 貝姆就強調說 他不認為啊 這一次的行程會看到任何重大的聲明 大陸也不會去宣布說 結束對澳洲進口產品的相關限制 那但是接下來一兩個月內呢 這些爭端會逐漸的放鬆 當然啊 大陸也要看看你澳洲是真心的 要跟中國大陸建好我的關係 還是只是像美國一樣說一套做一套嗎 那另外他就提出來說 來看到中國大陸跟澳洲 感覺是會慢慢慢慢的放鬆許多的一些障礙 那貝姆也說呢 澳洲跟中國大陸會適應亞洲的新的戰略的現實 所以黃英賢出訪大陸 雖然是一次重要的會議 但是也說不用對他過多的解讀 貝姆認為說愛班尼斯政府 完全是能夠理解 大陸跟中國大陸跟澳洲 在某些議題上一定有分歧的 但是呢並不會試圖用大量戲劇性的方式呢 來處理這些問題 他說相反的 雙方更願意私底下提出這些觀點 大家的確有不同嘛 然後繼續來處理 中澳之間重要的政治啦 還有經濟的關係 他說澳洲將不在呢 跟中國大陸的競爭的角度 來處理相關的問題 好 而是從澳洲的利益 還有該地區國家的利益吻合的角度 好 他也說大陸還是呢 澳洲關注的問題 但並非開展外交的主導的因素 好 那再來看到這一次呢 中澳外交出擊 那澳洲商業界真的非常的興奮 還來看到說呢 儘管中澳兩國關係 還沒有完全迎來新的軟機 但是澳大利亞呢 來看到商界呢 是怎麼樣對他有非常積極的態度呢 根據澳大利亞人報發布的報導說 澳大利亞的工商理事會 要準備啟動一項呢 長期的計畫 要組建一個高級別的商業代表團 前往中國大陸訪問 要向中國大陸遞出一個 積極的友好的信號 工商界致力於要改善澳大利亞 跟首要貿易夥伴 講的是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那但是呢 還有一個重要前提 這就是中澳兩國的政府的批准 好 澳大利亞呢 工商理事會的全球合作委員會主席呢 史偉利他怎麼說的 他表示啊 擺在澳大利亞商界領袖議程的大陸之行呢 他提到說會在合適的時間 以及各方達成一致的意見 允許入境大陸的時候呢 會施加進行 根據了解呢 像是有哪些企業已經報名要參加了 利拓礦業集團 還有博斯格鋼鐵公司 這些都是非常有名的 還有來看到澳洲航空啦 幣和幣拓公司 這些都是要準備加入這個代表團的 還有哪些呢 剛剛這些是已經加入的 還有哪些是準備加入的 來看到下面這一個 幣馬威 澳大利亞公司 還有澳洲聯邦銀行 以及呢澳新銀行 京度律師事務所 還有再來看到澳洲的好多的 頂顛大學都很有機會要加入這個參訪團 除此之外呢 之前受到了中澳關係變冷的影響的其他行業 也展現出希望重返大陸的這個關鍵市場的強烈意願 比如說來看到澳大利亞的啤酒商呢 以及來看到古物種植業的負責人 都相繼說要緊緊抓住這個機會重返中國大陸 他們認為呢 現在是有非常強烈的訊號 中澳兩國的關係正在朝著積極的方向來改善 據此呢 他們也說這個計畫如果成功的話 澳大利亞工商理事會的首席執行官呢 Jennifer 她則是說她要率團這個高級別商業代表團 前往大陸 她表示採取一定的措施 緩和澳大利亞最大貿易夥伴之間的緊張關係 她說對澳大利亞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好的消息是無庸置疑的 加強經貿的合作就可以帶來更多的就業啦 跟收入 根據相關數字呢 百分之五十八的受訪者的澳大利亞企業 非常看好大陸市場 對大陸的市場的前景充滿了信心 還要呢把中國大陸視為未來三年全球 前三的重要投資的目的地之一 不僅如此呢 百分之六十六的受訪者的澳洲企業 準備進一步擴大對華投資 顯而易見 中國大陸作為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 對澳大利亞還有其他國家 都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好 另外再來看到說 其實是不只是澳大利亞 還有呢 美國它也非常的需要 中國大陸的市場 我們一起來看看 為什麼這麼說呢 美國的經濟的預測 FED說明年要下收 從下收0.7個百分點 只有0.5的增長率這麼低 相反來看到 摩根史丹利亞在2023年呢 他的經濟展望說 中國大陸他上調他的經濟預估 從5%上調到4% 所以呢 前立委雷欣就說 美國打這個貿易戰 真的是輸到脫褲子了嗎 197幾年的時候 美國跟沙特當時叫做 Aremco的公司呢 簽的那個合約是這樣 美國去買石油 所以這個錢美元 就應該是在沙特手裡 可是這個沙特手裡的石油呢 直接是放在美國的財政 也就是在FED的手裡 放在TREASURY 好 它放在美債裡頭呢 這樣子的話 美國雖然買了石油 可是它事實上錢是可以用的 它買的石油越多 它可以用的錢就越多 那這個放在美國的 這一筆石油美元 其實是非常低成本的 所以他們會變成 一直一直不斷的正循環 買的越多 這個這筆錢就越多 就慢慢慢慢漲大 好 那現在美國 要去哪裡找這筆錢呢 因為美國現在 不像沙特買石油了 美國現在出口石油 美國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也是在過去 從特朗普開始呢 變成比較不那麼重要 因為美國不是中國大陸 最大的交易上了 如果說在過去的時候 中國大陸很大量的東西 都出展到美國的時候呢 美國向中國大陸買的這些貨品 中國大陸所獲得的美元 通常也會放在美元資產裡面 譬如說美債啊 或者是美國的投資啊 它賣的東西越多 就是賣給美國的越多 這些所謂的這個Foreign Reserve 就是外匯存體呢 多半就會再回到美國的市場 它會變成一個正循環 跟我們剛剛講那個石油美元 是一樣的 會越來越胖 越來越胖 這個是對兩邊都有好處 沒錯 好 可是特朗普覺得 這件事情不好 他開始加徵關稅 然後中國大陸呢 也開始跟東盟啊 或者是歐盟啊 開始建立了更龐大的貿易關係 所以相對的流到美國去的 這個水流也就越來越少了 對嗎 所以當美國不再有那種龐大的 石油美元也好 或者是跟中國的外貿交易也好 所帶來源源不絕 越來越多 而且很便宜的外國資本的時候 那美國要怎麼樣去尋找 它的下一春 好 美國真的不斷地圍堵中國大陸 尤其是看到了中俄背靠背 現在就有極力之挑撥之能事嘛 來看到的是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美國呢 駐北約的大使這一位 朱利安史密斯 他指責說中俄達成了呢 目的是削弱西方政治軍事集團成員的戰略 還敦促說西方資本要加緊的行動 抵禦中俄 還說呢 中俄正在分裂北約成原國 好 那另外呢 他還列舉了一系列的什麼人員公益啦 網絡安全這相關的威脅 他說美國無意呢 將北約的注意力呢 轉移到亞太 但是呢 美國現在不就是一直要拉 日本跟韓國進入到那個 這個北約嗎 根本就說一套 做一套 另外呢 大陸外交部的發言毛寧說 大陸是一直致力於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跟繁榮的 有關方面 應該停止針對中國大陸無端的指責 還有造謠抹黑 停止鼓吹對抗製造假想敵